HDMI算的技術也還有上標 其實是有註冊的 高雄警方 就發現在網路上頭 有人在賣賣賣的產品 輕冠的價格就得賣八千萬 HDMI是統計 今年到今年八月 在臺灣逢賣的經驗 就得賣四十億 打開電視 要是看各位一瞬 好很多民眾選擇 HDMI算財還是使用他的失筆 就讓警方所發現 有約者在網路賣賣 抓到三千鞋子的網路賣賣金款的 市值五百千萬 一般民眾網路賣家 店家 誤認為影音傳輸規格或功能 難對於商標欠缺認識 現在最新的線 我們都會有所謂的防偽標籤 透過手機一掃 就可以知道他是不是違合法的 第二個他所使用的 這個HDMI的商標 必須他上面是有TN或是寫R的 警方標是很多賣賣 或是民眾都不知道 這個技術規格 還有商標都有合法主席 不然經過是有款來製造的產品 還是使用他的名字都算是假的 用在這些網路賣金會給家 順和不好 嚴重有可能當時就要打電 你又製造到使用到HDMI的專口 或是說線材 那本身其實有規定是 你需要跟這個HDMI公司 交納這個受選金 那把商標使用 把的技術使用都是 技術所有人 他到底有沒有針對這個技術 去申請專利 那疑似侵權人 他所聲稱的 他使用的這個技術 有沒有落入那個專利權範圍裡面 有落入的話 那我們才能說 紓盼說他可能會有侵權的可能性 協助統計 去年八月到現在 給風模案件 將近三十件 只在臺灣金款的價格 就將近賣四十億台票 後來會針對風模價來提供 也強調他們的概念 跟藍牙耳機一樣 使用者不必直接 跟公司來處理受款 不過消息價 還有製作商 一定要有協會的受款 等照到他們的規格 製作的方式去做 開始加班 現在王女廷民交款 更有報得